不买贵的只买对的 嗨大家好我是米莉 欢迎来到淘盗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今夏小三通健康码怎么填写 平时这个频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淘宝的各种优惠讯息 以及开箱使用资讯 这次是趁着暑假期间 家人更自请了几天的假 前往厦门旅游 这次旅游除了吃吃喝喝之外 在出门前 先在淘宝购买了两个行李箱 寄到厦门 到码头的时候顺便取货 也把先前使用一段时间 由淘宝购买的太阳能板 带去寄给卖家换货 这篇先跟大家分享 走小三通的时候 如何订票 还有健康码怎么填写 以及相关的资讯 这次的内容 我将跟你分享 今夏小三通需带哪一些证件 小三通如何订票 还有票多久以前要订 小三通的票价是多少 定位要先付款吗 有没有固定的座位 有没有商务仓 开船多久前需要报到 还有搭乘的时间需要多久 有定位的时候报到时是直接取票吗 还有健康码怎么填写 以及台胞证过期该怎么办 记得看到最后哦 今夏小三通需要带到哪些证件 如果是从台湾搭飞机到金门 需要携带身份证 金门搭船到厦门需要带护照台胞证身份证 才可以顺利的购票出镜 然后抵达厦门 小三通如何订票 你可以先到小三通的航班表 我连结会补充在影片连结下方 目前今夏航线每天大概是六个班次 之后八月份听说会再增加 自上午的九点开始到下午的五点 间隔九十分钟双向对开 小三通船票可以用电话定位 也可以用email定位 寒暑假雨 连续假日记得先提早跟船公司订好票 以免发生无票可定的情形 可以在搭乘前 先到小三通的航班表 确认好搭乘的日期、时间以及船班 再打电话去给要搭乘的船公司定位 定位前先准备好台胞证跟身份证 船公司会确认所有搭乘人员的 姓名、身份证号、生日、台胞证号加上次数 如果觉得人数多 用电话定位时间比较长的话 也可以改用email定位 email可以参考这个资讯 下图为米粒定位的时候船公司的回复给大家参考 只需要通知船公司出发的时间、日期、还有搭乘的船班、 姓名、身份证号以及生日跟台胞证号加上次数即可 小三通的船票多久以前可以订呢? 目前金门小三通的船班表大约是每个月的20到25日左右会发布4月的船班 若是忘记记得一发布就赶快定位以免定不到位 最晚需于开行之前一天2点半以前定位 像米粒定位的时候 7月份的船班6月底左右公布 刚好落在端午假期 船公司没有人接听电话 于是就使用email定位 等到端午假期一过上班没多久 船公司就发送已定位成功的讯息通知 所以用email定位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小三通的票价是多少呢? 全票满12岁以上未满65岁 台湾的部分的话是650台币 儿童票是325 还有近老票65岁以上是325 还有博爱票要持有手册或者是证明也是325 如果是金门级优惠票是500块 保险票的话是在两岁以下65块 那这个价格呢都不包含金门水头码头清洁费的100块 那另外如果是从厦门订票回来的部分 价格是用人民币计算 人民币的价格可以参考图片 这个金额呢也是不包含厦门五通码头建设费的人民币30块 订票的时候需要先付款吗? 电话订票或者是email订票皆不需要先付款 订票完成之后再搭乘的当天再前往开票付款即可 另外 今夏小三通有固定的座位吗? 有商务舱吗? 小三通船班呢是自由座 不需要化位也没有固定的座位 先到先选位 一个人一个位置不要用箱包站位 很多人都不知道小三通的船班也有商务舱 但是只有大陆的船班有提供商务舱 商务舱的话需要多加50块台币 商务舱是位在船班的上层 位置比较宽一些 有提供矿泉水跟饼干 有时候船班客满的时候会开放上层给一般的民众 若想购买商务舱 不确定是台湾的船或者是大陆的船的话 只需要在定位的时候询问有没有商务舱即可哦 开船多久前需要报到 搭乘需要多久的时间 虽然定位的时候船公司会提醒 最迟应该在开航前40分钟前完成报到手续 但是建议于开航前一小时半你会比较好 因为其实大家都还是要到现场去排队购票 所以有时候太晚到了话 你会发现排队的人非常的冗长 那有可能会错过买票的时间 所以呢最好是在前一个小时就过去排队购票 开航前的30分钟会停止售票 御时的话呢船公司会由后补的乘客来递补 经门下门到五通的船班航程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左右 有定位报到时是直接取票吗 电话订票或者是email订票到现场都需要排队购票 只有预先于i海台订票付款才可以到旁边最少的人柜台取票 其他订票现场都是要像图片一样 现场排队购票 健康码怎么填 目前大陆入境规定需要填写海关健康声明表 简称健康码 微信的部分呢要先搜寻海关旅客 指尖服务 于入境下门的时候前24小时填写 你可以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先填写 或者是在码头购票的时候填写 那我们当然是会建议前一天先填写 才不会在码头的时候手忙脚乱 填写方式呢按照下面说明填写即可 打开微信的对话页面 把手指头放在荧幕上往下滑 然后搜寻海关旅游指尖服务 点选填报修改 点击进去之后会看到一个提示画面 点选我知道了 在右上角的地方按新增资讯 简单填写一下内容 可以参考图片的说明 填上基本的资料 搭乘船班 座位号因为是自由座 写200以内的数字即可 在填写相关资讯之后 就会出现你专属的健康码 建议先把它截图下来 等到过海关的时候再打开即可 以上是小餐通到厦门时申请健康码的资讯 如果是回程也需要申请 回程要在购票前就先申请好健康码 购票的时候它会一并检查查看你的健康码 你只需要回到系统里面 在原申请资料按上修改 再更正成入境的船班日期 以及最近14天的日期 这些资料填写完毕之后就可以申请 下面的图片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回程修改时的画面 台胞证过期怎么办 台胞证过期可以办落地签 准备好护照 两寸彩色照片两张 身份证还有40块钱的人民币现金 若抵达是武通码头的话 你也可以先上挨海台 填写落地签资料以节省时间 若是办落地签健康码可以先填上其他 填写台湾的身份证字号 以上是今夏小三通订船票 以及健康码的填写方式 下一集我们会跟你分享 厦门带烟酒以及淘宝购物 及换货的管道 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询问 记得加入LINE社群 我们会分享淘宝的第一手优惠讯息给你 也欢迎一起来聊聊你淘到的好物哦 更多的资讯我会补充在下方的说明栏 有任何问题欢迎跟我联络 拜拜